穿著粉色水手服 迷你短裙露出長腿 頭上戴著五顏六色飾品的辣妹 站在電子花車上的鋼管旁 賣力熱舞 右邊這位跳完 左邊這位接著跳下去 最後大家在同時扭腰擺臀 不只跳台灣饒舌團體的經典歌曲 連韓國女團熱門舞也會跳 大小朋友都站在一旁圍觀 拿起手機錄影拍照 現場民眾非常投入氣氛 用力回應舞者的揮手 平安順利 平安順利賺大錢 我們老師跟我們說 是因為貴的意思 我們要帶著這些貴到下面 因為今年8月4號是農曆7月1號 也就是習俗上鬼門開的日子 宜蘭在前一天晚上舉辦有著200多年 歷史的水燈繞鏡和放水燈活動 吸引許多大小朋友共同參與 今年總共有23個隊伍參加 是歷年來最多的一次 現場不只有鎮頭舞獅 還施放絢爛美麗的煙火秀 還有攤販市集 雖然已經是深夜了 但現場還是非常熱鬧 讓民眾都捨不得回家 今天幾點就來排 今天 領這個 剛才10點 這個平安其實有什麼樣的 一個意義嗎 可以放在我的店裡面招藏 一整排民眾站在河邊 把水燈放進水裡 用竿子推向遠處之後 觀望這些載著自己願望 和祈求的水燈 甚至還有只做的小房子 越飄越遠 希望許下的願望 都能夠欣賞事成 東山新聞代志堅 盧智傑 劉冠